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來玩這款高能經濟場 登錄方式是用一鍵註冊啦 那他有實名認證 因為這是大陸手遊 給他讀取一下吧 想玩的話我會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會放上遊戲的下載連結 遊戲是12月20號 開啟三檔測試 測試到12月30號 測試10天啊 我看一下遊戲介紹說是回合制的戰鬥 即時策略類卡牌 那音樂的話已經是最大聲了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點小聲 好吧 你們如果覺得太小聲就大聲一點 已經是這個遊戲最大聲了 好 1234 434 12 12乘12 也不是說12乘12 我們這邊12攻格 然後對方也是12攻格 然後對方也是12攻格 把角色放上來喔 Q版的 有點卡通風格 他這個生命不知道代表什麼意思 323 而且這個生命好像是懸浮的 浮空的感覺有沒有 不是很懂阿 奇怪不然這為什麼這邊有3 不太懂不太懂 這個教學沒有講清楚 我也看不懂 好 卡牌乘以5片吧 25片好像可以招募是不是 你看他這個HP這樣子一直上阿 我不知道他是放錯還是說他是有點浮空的感覺 然後勒 他這個6代表什麼意思阿 攻擊力嗎 真的還是攻擊力 攻擊力6 然後HP是 5滴是不是 喔被打一下剩3滴 然後這邊是造成3滴 對阿 他HP好像是浮空的阿 OK 好吧 這種棋盤式的卡牌遊戲 這種玩法我也玩過類似的 他要我們放這個嗎 召喚2名7E的弓箭手 哇7E的弓箭手 哇7E的弓箭手 他怎麼辦 進戰 這種就是你前面一定要有人擋阿 不擋的話你這個 領主喔 隊長 會受傷 你的領隊會受傷 英雄會受傷 組成已經開啟了 這個 好來吧 繼續 當然沒有語音 然後勒 對所有迪金 先不管好了 他教我們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吧 召喚的話 也沒有說會扣什麼 還在說一次只能上一隻阿 這這這這這 然後勒 好不是很懂 因為我總覺得你出卡牌應該會消耗一些能量阿 好然後有寶箱 就是你獲勝之後會有寶箱 那寶箱的話你就可能就要等待時間 不想等待時間去開他的話 就要花那個寶石 然後我們可以升級這個卡牌 哇升星 一點多星阿 好我們繼續戰鬥 反正都是先打AI 殺手777 這個是攻擊力加1是不是 為什麼要裝了所有的敵軍3.3哈 放哪裡阿 放這裡喔 喔真的咧攻擊力增加咧 哇這HP9D說 看起來一次只能上一隻阿 因為他沒有消耗能量嘛 怎麼辦 不管他喔 確實阿我們有41D 他只有各位數核一樣打不過我們 就你不用控場阿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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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開寶箱 然後回來我們首頁 商店 免費召喚 友情召喚 五張是不是 這個可以合成 可以招募吧 女技師喔 好 那返回 小隊 要購組我們的卡牌啦 蠻好戰力喔 剛剛這個應該是自動編隊吧 那我們繼續冒險 這種卡牌遊戲常常也可以玩PVP吧 就EVE那種實施對戰 但是那個就比較你的 會比你的卡牌的戰力阿 星度嘛 等級阿 就沒那麼公平 因為這是可以養成的 不知道他有沒有PVP啦 如果有的話會不會 沒那麼公平 好吧 我們這邊隨便吧 不用管他阿 我們玩我們自己的 反正對手還12D學我45D耶 我們完全踩速攻玩法 不用理他 撐著才速攻玩法 撐著才速攻玩法 你看阿 不用管他 總共有四個路線嘛 所以說你如果血多的話 硬打就過啦 他擋不住我們 好這個術妖喔 被我們升級了 生命2攻擊5 然後臉2等是不是 一個2 這個是什麼東西 喔通行證玩法啦 就是 免費上面嘛 下面要解鎖 解鎖的話 我這邊進階喔 我們只能拿這個普通的吧 進階要解鎖 解鎖要花錢 好開寶箱 這個是放置收益喔 這個遊戲 卡牌就算了 他有放置收益喔 真神奇 好 那 差不多了吧 不行耶 他還是要過來 英雄之路 這邊應該是 英雄嗎 出發 我也不知道幹嘛的 再玩一下再玩一下 第一張 呃攻擊力 他要我們放這個 近戰 就近戰的話有血有攻擊力吧 哇不理我 我如果跟他設會怎樣啊 我如果跟他設會怎樣啊 我會設施他嗎 他要這個是不是 銅牌有軍 加生命 這是他的那個 卡牌效果 他還不防禦嗎 這樣他還不防禦嗎 好防禦 他要我先放這個 也行啦 我先放這個 這邊來說都還算簡單 拿玩法也蠻簡易的 就是讓你知道怎麼用嘛 好了嗎 我們可以 取ID了 哈姆 啊因為簡體字啊 讀不出啊 只能使用 不能打英文喔 天啊 有沒有隨機啊 好沒辦法啊 好沒辦法啊 因為他只能打簡體字啊 手衝拿到這一隻是不是 沒有是拿這個 長褲角鬥士 好 花風是這種色彩比較鮮豔的啦 我們來看一下喔 哈姆啊 為什麼剛剛沒有顯示出來 剛剛是一個框框啊 所以結果還是有顯示出來 這個應該是好友吧 然後 世界頻道 我現在的時間是 半夜時間啊 12點多 這個是剛剛的留言吧 遊戲還在測試嗎 我看一下喔 對啊 還在測試啊 20號測試到30號 12月 信箱沒有福利 然後設定的話 我就說他音樂很小聲嘛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他一開始那麼小聲 這應該稍微大聲一點 那活動 還不行 特價 讀取 稍慢 因為是大陸手遊啦 所以是人民幣 這個羊 日幣也是羊 但是是人民幣 金礦 限定回合內擊倒金色雕像 可獲得金幣獎勵 所以我們要打他囉 他會打我們嗎 好在好金幣耶 有獎勵耶 打這個有金幣呀 他打他有沒有 不知道 他會打 哇哇 敵人越來越強啊 喔你這個 只在放後排呀 7回合是不是 電他一下 好 好7回合 786金幣 所以打這個沒有用你主要是打這些 這些金色的這些雕像 哇還要8小時才可以再打喔 金幣有這麼難賺啊 這遊戲 那這邊有其他玩法 試煉地牢 亂鬥 商店 聯賽大家聽 我有說嘛 你這個聯賽 可能是打NPC 有可能會打AI 有可能是打那個 活人也不一定 這個聯賽可能是打活人 不知道可能要 再打打看 聖域競技場 寶石礦 獎勵 小隊 這邊可以編隊 你可以自動編隊 他自己切換吧 這個可以升級 他還是要咬單喔 我不是改哈姆了嗎 任務 現在還沒開 來 連賽大丁 他配對嗎 應該不是吧 這麼快就配大了 我覺得應該是那種 AI吧 這感覺先攻有力耶 我覺得先攻應該是有力吧 我可以墊他是不是 我可以墊他是不是 好 哇勒 你看我們一樣都是45滴血嘛 他先攻 優勢就很大 好 那可以開嘛 開的話 你要打開 要三分鐘 OK OK 那 戰鬥 欸 戰鬥就是 冒險玩法 我剛是連賽大廳 也是這邊啊 所以他沒有那個 通關玩法是不是 他就直接戰鬥耶 喔 那那沒有辦法 沒有那種通關玩法 我所謂通關玩法就是 那種一隻一 一隻二一隻三這樣子 慢慢通關這樣 好像就打這個吧 有沒有什麼戰力啊 顯示戰力啊 哇他先攻欸 呃他先攻的話我們應該要 我們要 控場 卡牌遊戲是這樣啊 控場很重要 尤其是你是後手的人 你千萬不要 想說你都不控場 你看他不控場 他就會 去劣勢 我這邊有兩隻可以白打他 他只有一隻打我而已 他還不控場 有沒有他這樣就 不行了 當然他是AI啦 這隻就很難打 這隻 可能就要這樣 而且這個遊戲是我打他別人不會煩打我 不是互卡 不是互 他打我一下我打他一下這樣 我們一定要控場 這樣就會贏 呃基本上他已經輸了啦 基本上他已經輸了啦 基本上他已經輸了 我們不用點他 我們這樣就好 好過了過了過了 OK還算簡單的卡牌戰棋遊戲吧 有點戰棋這樣 棋盤 棋盤這樣子 好再開 不行要等一下 等這個開完 這邊要在銀山場可以獲得這個箱子 勝利寶箱 那這個箱子就越來越多嘛 然後隨著這個 時間你就可以開啟 開啟之後你就可以練你的小隊 就這樣 加生命 所以說這個一定是 一定是只能打AI啦 因為你這邊一直練一直練 你的攻擊力你的血就越多嘛 戰力高的就會獲勝 因為沒什麼策略性 就一直把牌丟上去 每次丟一隻 OK 那我就先玩到這邊吧 算是一款 回合這個卡牌遊戲 好的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贊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